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哈乙战争恐毁掉美国构建的中东和解局面 中共官方出动特警军人 阻止军民回家 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发生碰撞 22日 以色列军方对约旦河西岸的安萨尔清真寺发动空袭 这座清真寺位于哲宁难民营内 以色列方面表示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分子 利用这个清真寺的大院作为策划袭击的指挥中心和执行基地 以色列军方表示 过去几个月来 安萨尔清真寺指挥了多次攻击 最近 以军收到情报 他们又在组织一场袭击 已经迫在眉睫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图像显示 清真寺下方有一处掩体 据称 武装分子在那里存放武器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 清真寺的外墙被炸出一个大洞 据报道 这起空袭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以色列此举是报复哈马斯7日 针对以国发动的空袭行动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哈马斯敢以小击大 其背后不仅仅是伊朗 同时 还有俄罗斯和中共 中俄一三国结盟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10月20日 拜登表示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部分原因 是希望阻止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哈以战争前 拜登政府正在促成沙特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作为交换 美国将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并提供民用核技术援助 沙特和以色列已接近达成协议 拜登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 沙裔双方计划在航运上开展合作 然而 10月7日清晨 哈马斯突袭加沙周边的以色列领土 彻底打破了这一和平局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宣布 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有消息说 沙特暂停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努力 美国苦心勾化的中东大和解的蓝图 有可能被恐怖主义破坏掉 以色列自从1948年5月15日建国以来 就不断地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围攻 就在以色列宣告建国的第二天 他的四个邻国 埃及 约旦 叙利亚 还有黎巴嫩 还有不相邻的伊拉克 就联手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之后这样的战争反反复复地爆发 前前后后打了五次中东战争 每次战争几乎都遵循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模式 就是每次都是阿拉伯国家率先对以色列开战 但是每一次都被以色列击败 最后不得不在联合国的调停之下 双方挺战 而且每打一次 以色列就会占领更多的土地 第一次中东战争 阿拉伯国家合计有4万多人的军队 有各类飞机131架 舰船12艘 坦克装甲车240辆 各种野战炮140门 而以色列总兵力只有34000人 各类飞机33架 舰船3艘 几乎没有什么大炮装甲车 不过以色列最终以阵亡近1%人口的代价 打赢了这场战争 在这5次中东战争中 最为激烈的是第4次 也叫赎罪日战争 这场战争是以色列离崩溃最近的一次 1973年的10月是穆斯林的摘月 穆斯林要摘戒一个月 在这期间 阿拉伯人白天不吃饭 缩短工作时间 减少活动 所以以色列认为 阿拉伯国家绝不会在摘月发起进攻 而当年的10月6日 是犹太教的赎罪日 犹太人在赎罪日 从日出到日落 不吃不喝 不吸烟不广播 大多数军官都留在军营中 前沿士兵很少 埃及与叙利亚 为夺回失去的土地 选择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天 分别在西线和北线 同时向以色列发起进攻 数百架飞机 对以色列前沿阵地狂轰滥炸 几千门火炮同时怒吼 大批坦克装甲车 和数万阿拉伯部队迅速推进 战争初期 由于有阿拉伯国家 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 埃及和叙利亚取得战场上优势 以色列处于被动地位 然而 埃及出现一个致命错误 在10月9日 埃及突然停止攻势 转而修筑阵地和防线 以色列因而获得喘息之机 同时 又有美国的加持 以色列军队开始反击 重点进攻叙利亚 13日 以军紧距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34公里 16日 以色列的沙龙将军 率领200人小部队 迂回到埃及后方 破坏了埃及导弹发射场 随后 大批以色列士兵 深入运河西岸 切断埃及军队退路 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导权 在联合国和美国 苏联的干预下 三国在24日停火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 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意识到 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 也因此使阿拉伯之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美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1978年 埃及在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主持下 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 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这个协议成为迄今为止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执行的最好的一个协议 50年过去了 双方和平相处至今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2020年以后 沙特的海湾邻国 阿联酋 巴林 摩洛哥和苏丹 与以色列签署外交协议 但沙特并没有和以色列建立关系 称应该首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目标 去年7月 拜登访问沙特 开始推动这个中东最大经济体 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甚至不惜以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 作为条件来换取中东大和解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和解 比如伊朗和哈马斯 以色列商人大卫日前告诉记者 如果以色列被更多阿拉伯国家承认 特别是被沙特这么大这么重要的穆斯林国家承认的话 伊朗就认为是个很大的威胁 伊朗使用不同的恐怖组织或者武装组织来扰乱中东地区的稳定 例如黎巴嫩的珍珠党 还有也门的湖赛武装 以及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伊朗军事组织或者武装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扩大伊朗的影响力 然后搅乱中东的稳定 破坏以色列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宜分析说 如果放在更大的国际环境下 不难发现 本次以巴冲突就更不简单 它可能是俄罗斯 中共和伊朗联合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一次操练 而在此过程中 真正的战争可能已不再是枪炮 而是争夺全球话语权和人心 他说 哈马斯打以色列完全是恐怖主义行动 抓平民当人质 妇女儿童 外国人一起抓 这本质上不是战争 哈马斯非常狡猾 他再搏一个东西 你敢打我就会死很多无辜平民 全球左派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就会去谴责以色列 10月16日 北京海淀区太平路部队家属院住户 被强迫腾退住房 官方出动特警 军人 手持盾牌 阻止军民回家 强行把转业军人的家具搬出 把房屋清空 驱逐并殴打住户 网上视频显示 多名军人 手持盾牌 守在楼门口 有的手拿灭火器 进出军民楼 一名身带党灰的女子 被打倒在地 满身灰尘 手腕上有受伤出血的痕迹 网友披露 这类部队家属院的老房子 一般是给低级军官家属居住的宿舍楼 随着军官转业 退户 近年来 当局开始要求 转业军官 腾退住房 原海军司令部 中校参谋姚成 18日在X发文说 美国军营没有家属区 军人在军营外面租房住 但费用包括伙食费都有补贴 基本不用自己掏钱 中共军队士兵和家属 为随军的军官驻军营 随军的军官和家属 在军营内分配有住房 转印后按理说 应该搬出去 但大多数买不起商品房 只能继续住在军营的家属区 导致新来的军官 其家属没房住 导致矛盾进化 海军航空兵 后勤技术部部长 冀桌屠少将 就因为拒绝搬出 而被警卫营士兵当街殴打致命 姚诚说 上将 中将都不搬 为何要少将搬 海军历任司令政委 在大院都有独家独院的大房子 包括第一任司令 萧敬光的儿子 孙子都还在站着 谁敢让他搬 他说 军营里面8-90%家属区房子 都被转业干部站着 更主要的是 高级军官站的房子又大又多 外面的房子都不止一处 他们都不搬 你让其他人怎么搬 有的网友认为 这些现役特请 军人太过分 不过 也有网友认为 这些退伍军人 曾经也是当局镇压百姓的工具 所以不值得同情 有网友指责当局 谢莫杀驴 说 这就是为中共卖命的下场 党国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啥也不是了 近几个月来 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地区 发生了多次冲突 22日 两国船只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 发生了两起碰撞 导致现场局势升温 专家认为 这是中共在试探 美国保护盟友的决心 中非之间的争议交点 在仁爱礁 仁爱礁距离菲律宾 巴拉旺岛约200公里 距离最近的中国海南岛 超过1000公里 北京当局宣称 对这个岛礁拥有储权 中共海警多次部署船只 阻止菲律宾补给 星期日上午6天 两艘菲律宾补给船 在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船只的护航下 前往仁爱礁 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 根据菲律宾发布的声明 中共海警船5203000对菲律宾补给船 由纳扎5月2日进行危险拦截 两船相撞 根据视频可以听到当的一声撞击声 同时 中共海上民兵船0003号 撞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只 MRRV4409的坐闲侧 菲律宾表示 碰撞导致补给船的后驻被撞断 海岸防卫队船被撞出凹陷 船上没有人受伤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海岸警卫队故意撞击菲律宾补给船 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决心 看看美国会如何反应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